我是小小兵 小兵立大功 真的耶 今天台股碟 中小型個股 小兵立大功 貴買卻也算 歷史新高 而且摸台明天結算 拉回就是買 還有 0099後天生效了 我們獨家告訴你 已經確定 偷偷買這些標股喔 還有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萬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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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小小兵Coco 我是哲哲郭重 嘿 來看一下 哇 台股碟 貴買卻創歷史高 摩台明天結算 拉回就是買 買買買 真的嗎 欸 0099後天生效 先偷偷買這些股 欸你買哪些股票啊 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 我們福利是有獨家的 而且一看就知道有道理喔 欸重點是 欸那個 摩台結算明天對不對 對 MCI是後天 後天 MCI新增股百分之百 必早 今天會假 這看起來真的無癢喔 有無無喔 好不好 無癢沒有 想要問你 無癢沒有 無癢沒有 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請教那個歌王 寶島歌王 林玉凱 會唱什麼歌嗎 這首歌會唱 他不是在講我啊 哈哈 你從上面寶島歌王 你從上面寶島歌的人聽嗎 來給我唱 給我唱 今天會風靜頭 靜頭 靜頭 我們的股票大漲 那什麼啊 哈哈哈哈 不可以無癢嗎 無癢沒有 無癢沒有 看下去就知道了 無癢沒有 你去唱 他節奏比你好 你去唱原本 你跟風靜頭 咧 你的名字有唱 不要他唱好了 他唱好了 我謙虛一點 謙虛一點 有無癢沒有是嗎 來 蛤 你一凱你唱啊 你說沒幾回事 你說沒幾回事 事是我在黑白書 你說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 這個理由 很便宜 我約猶圓 假傲傲 你如果要把我插 我還不在於囉嗦 嘿嘿 無癢沒有 嘿嘿 無癢沒有 嘿嘿嘿嘿嘿 不錯喔 嘿真的很棒耶 你最為怎麼評重會唱 一定要一定要 真的蠻好聽的 你台語我本來覺得 比國語更有侵畢 台語真的侵畢很重要 比鍾坤真講的還好 真的 假南部人 真的假南部人 鍾坤唱台語 那個侵畢沒有你好 是是是 不能再講啊 應該說他的侵畢沒有你好 他不能再講 他南部腔也是北部腔啊 喔是是是 他這個侵畢真的有入味的感覺 有入味的感覺 吃到這個有入味 那個感覺那個也是一樣 最近那個黃仁勳來台灣 哇為之風靡喔 吃那個什麼梨圓湯包啦 梨圓湯包 還有我們要訂啊 電話給我爆滿啦 打不進去 打不進去啦 Uber Eats也不開啦 以前有開啦 沒有關係 因為他吃那個梨圓什麼 湯包 是號稱平價的鼎泰風 我跟你講我們有另外一個也是 也是平價版鼎泰風 叫什麼 沒錯 叫黃龍中 而且我點很多口味喔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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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莊 還不錯吃耶 真的啊 你要有說實話嗎 我打不開我 我覺得比妳頂圓不好吃 我也覺得 我其實像頂圓沒有以前好吃 我也覺得 我跟你說 我這個是三隻手指頭 我現在筷子打不開 你今天是變什麼 小小兵遇到漢堡神頭 第三隻手 我以為你要加我 他還好多口味喔 這有什麼東西啊 你到底買什麼東西 好特別喔 有很多口味喔 我來看一看 我們有蟹黃 蟹黃 還有什麼 有舒適 是蟹黃 還有蟹粉跟蝦仁絲瓜 好像底下風沒有那麼多喔 沒有啊 蟹黃是美食專家 蟹黃有那麼多那個小籃包嗎 蟹黃有松露的 還有巧克力的 有啊 對他的口味比較奇怪 那這個比較傳統一點 對 而且這個我一吃就知道 他的這個蟹粉喔 除了是好的螃蟹之外 他也是從台中厚禮來的 厚禮蟹 厚禮蟹 好想笑 花蟹 好像比炳太楓便宜 他講厚禮蟹是罵人家 250多 很好吃喔 平均 這好吃 太近 加的也不錯 這不錯 不錯 我給他趕快知道分數 因為現在冷掉了還好吃 還好吃耶 來 第一位 蟹黃有經理粉絲你好 大家好 我是Gidy老師 我現在一個都沒吃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看到 黃仁勳先生來台灣之後有沒有 根本就是點石成金嘛 來到台灣AI股就漲 他連獎都還沒獎 就漲了 那我覺得後續漲的機率就更大 因為他還沒有講AI相關力多 你看他去吃餐廳 我們就訂不到了 我本來想說 我們節目今天可能可以去買一個什麼 那個花媽的蒼蠅頭 花娘 花娘 花娘的蒼蠅頭 我看也是買不到 大家不用去買了啦 這家不錯吃 真的不錯吃 對這家也不錯吃 你吃了嗎 我還沒吃 你還沒吃啊 我吃了剛剛 我們福利社是以老實著稱的 好不好實在 吃一個快吃 好不好吃 滿好吃的 但我覺得熱的會更好吃 對啊 冷的都好吃 熱的更好吃 對 在孤零街 孤零街 好不好 老師 今天你要講什麼 看什麼股票 有機會點石成金 今天我們節目就要跟大家分享 你今天要講什麼專題 AI股嘛 還有航運內股 航運內股 好不好 謝謝老師金老師的line 記得加一下 好不好唱歌不怎麼樣的 不錯的 我沒說 你不要 好那我回來 他不要這個稱號嘛 那我們就來基尼老師 好那就是唱歌很好聽的 選鼓不怎麼樣的 你要哪一個 你要哪一個吧 我 我 我願意退居第二線 唱歌交給他好不好 OK 唱歌不怎麼樣的 選鼓不錯的 好不好 是不是 稱讚他嘛 記得一件事是基尼老師 你看來我們節目就很歡樂 第二位 好好好 唱歌很不錯的 選鼓應該也不錯的 李宜白老師你好 為什麼用應該呢 是選鼓更厲害的 好 大家好 那個 無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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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等一下你就知道你不厲害了 聽說你減肥最近有成功吧 無藥嗎 無藥 無藥 真的 好真的要講一下 他這一間我覺得 你說什麼比 你太誇張了 真的好吃了你已經吃完了 快快吃完 看他半大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你看一下他剩幾個 對 你吃好快喔 他說 他說他在減肥耶 你才一個 無藥嗎 你才一個合幾點的介紹時間 一個合幾點的時間 你們吃完了 差不多 他真的有減肥 他真的你很變瘦啦 有啊 我真的是感覺 有啊有啊 感到心疼耶 你變瘦都帥很多耶 對啊 本來就是好看 以前都判不成形啊 沒有那麼誇張好不好 最近有比較有在運動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講個食物 講個食物耶 講什麼標題 講什麼 其實我本人是很喜歡吃鼎泰豐 那你說比鼎泰豐好吃 我覺得勢均力敵啊 可是確實是比 市面上很多那種早餐店的小籠包好吃 這樣好不好 那小籠包 這有什麼比 可以比啊 市面上的早餐店都是工廠性的 比起腿 你這樣講這些 有啊還不錯啦還不錯啦 之前有一家連鎖攤包店 早餐店太誇張了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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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查一下 都忘記了 現在都長得不一樣都不見了 不見了 那個應該要比不一樣好吃啦 還是你忘記你沒吃過 我沒吃過不一樣 那時候很多家耶 那種攤包店 不過你不要用 這家算不錯吃 你用早餐店來比 真的在侮辱人家啦 好不好 不是說早餐店 就做好早餐店該做的事情好不好 來來來 來 玉開老師 來到賴介的家 好不好 第三位 我是妳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好久好久沒有吃到這個小龍湯包了 嗯 對 因為我不喜歡去排隊 喔 所以我自己也是沒有再去吃那個鼎泰峰的 不過 跟台積電嘛 跟不喜歡的排隊 哈哈哈 台積電現在不用排隊了 我是台積電可能不用排隊 哈哈哈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在小房間來吃 哈哈哈哈 嗯 還不錯啦 雖然說冷掉了 但是他那個肉的 沒有那個腥味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肉應該是很新鮮的肉 好吃 好吃 這個不錯好不好 加分 謝謝玉開老師好不好 那我們玉開老師 這個都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這個怎麼加入LINE 都可以點我們節目標題 標題點了 下面有LINE囉 好不好 就登登登登 好不好 就連結了玉開老師金老師都可以加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福利色先解攀 來解攀 欸對你今天為什麼是 穿這個衣服 因為櫃買指數創歷史新高 小兵力大功 就是我小兵力大功 小兵力大功 看看櫃買指數小小兵來來來來 好 你可以進來了 你可以進來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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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我講錯了 喔 講錯了 是米奇 不是MiniMini就對了 你講錯了 沒錯你講錯了 因為我小孩都長大了 沒辦法 你們兩個不要 講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 來來 冷氣關小一點 冷氣關小一點 今天跌195點 好恐怖 我告訴大家 明天可能會再跌了 慘了 慘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一下多可怕 大家看到這邊有多可怕 我告訴大家有多可怕 來看 今天下跌是不是跌破 前幾天的低點 是不是跌低了 正常來講 多頭是不是要跌跌高 你看直接跌破了嗎 那還不危險 好再來 要求很嚴格欸 太嚴苛了 聽我講完嘛 對不對 再來看到 再看到外資 哎呀 你不要再破我梗好不好 可以不要這樣嗎 學陳彥喔 上次陳彥 算下去了 我們 我們時期不讓他來錄了你知道嗎 好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有多恐怖 外資大賣超啊 外資你看賣了290億 夠恐怖了吧 沒有274啊 274啊 272 對不起 你看錯了 274億 丟下去 還有 那更恐怖的是什麼 外資不只是在現貨大賣空 他在起貨的部分還賣了 多賣了大概5000口 空單增加了 到現在已經增加到 1.5萬了 15465 看起來哇 完了 沒救了 外資全面在賣潮 看起來好像明天 那個台股可能會持續往下跌 我再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明天附台要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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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這樣的狀況下去的話 明天壓低結算的機率非常高 所以怎麼辦 所以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太想 結算完又就沒事了啊 對啊 還是為了結算嘛 對啊而且我覺得 所以已經是最後一次喔 大家看到 現在全子股上漲 所以漲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當然會有一些賣壓 是合理正常的啦 所以老師你覺得明天不好 明天不好 明天不好以後呢 是給大家機會進場買進的 是喔你說的喔 對啊 對啊因為你看一下大家想想看 現在黃仁勳還沒來嘛 對不對 來了啦 對不起講錯了 黃仁勳 黃仁勳還沒有開始 就是Computex還沒講一些利多 我應該是這樣講 他先去台大啊 對啊先去台大啦 因為台大講啊 台大平板講啊 他在利多都還沒有講出來之前 台股就先噴出了 你不覺得這有多強 那他如果說 他在Computex 或者在台大公開演講講一些 AI後續的利多 你不覺得 就AI類股 有可能再繼續噴出 就帶動台股繼續向上 就會漲 往上再漲 而且我們再看到 盤面上輪動 今天雖然說 全值股表現的比較不好 壓抑了大盤 但是我們看到小型股 貴買指數 是不是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今天盤面上 不是很多股票都在跌耶 我覺得今天盤面上 還有很多股票在漲停板 所以我覺得類股輪動 還是非常的健康 大家不要被外資給嚇到 不要看到外資賣了 喔 270幾億 空單又增加到了1.5萬口 非常擔心 非常害怕 我告訴大家 你要買股票 就一定要買在利多公布之前 什麼利多 就是下星期Computex 他一定會發布利多 難道 他沒事會拆自己台 在Computex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講 AI有危險 怎麼可能 他一定是講好話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定會有利多發布 那在利多發布之前呢 任何的震盪修正 都反而是給大家 風低進場的好機會 有硬嗎 有硬啊 真的有硬啊 因為你買股票 就是要買在利多8部之前 我在趁玉凱 還沒有發作 還沒有睡覺之前 你問他 因為他乾吃飽了 玉凱 那怎麼看 有硬嗎 這行情如他所說的嗎 明天會不會壓低 我覺得壓低結算可能性很高 但是很有可能 應該是在尾盤就開始拉了 開始拉了 因為就是我結算嘛 我空單已經回補了嘛 磨來結算 復磨來結算嘛 所以老師 明天可能壓低完以後呢 我覺得當然就是正面看待了 因為禮拜 因為後天什麼 MCI 生肖嘛 等一下老師你要講一下 是 MCI生肖股 而且其實星期五還有一個PCE要公佈 PCE公佈之前 反正 就總會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然後會有些人會想說 PCE會不會怎麼樣 就先把它賣出股票 那他們賣出 反而是我們低階的好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PCE PCE要 核心那個 那個通膨的數據 對 通膨的數據要公告 那我們看一下其實量能 今天的下跌並沒有帶量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喔 只要沒有帶量的話 我覺得後續都是 明天要結算嘛 還有MCI 我覺得量子要不要太多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下跌一點點都是進場的機會 而且我們現在整個就是多頭 好啊 上櫃還在創新高 對上櫃還在創新高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老師來 我們下一個單 你看一下那個 一個輝環時刻 真的我覺得 黃仁勳先生來真的是點時成心 去哪裡逛哪裡到處都是人 大家都要跟他拍拍照嘛 對不對 你看一下 26號他本來前一天 還在大檸檬投球 結果沒想到就提前來 來了台灣 然後來台灣就到處走 到處走 然後到處都是人 每一家只要他去過的店 哇全部都現在都塞滿 大家都想去 我在想說星期六星期天 那個寧夏夜市 會不會很多人都塞在那邊 就等他出來 我看應該他不會去 但是他除了到處 品嘗美食之外 他其實最近來講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行程 嗯 他就是去找台積電的創辦人 張忠謀先生 餐敘 除了餐敘之外 我認為他最重要的 就是幹嘛 鞏固供應鏈 他為什麼要鞏固供應鏈 大家想想看 現在啊 除了輝達在 就是做AI晶片之外 其他的廠商 其實也都在跟上 也都要做AI的晶片 那AI晶片 都是用先進製成的 那先進製成呢 如果說 黃仁勳他先去把什麼 台積電的產能給包下來 他假設包了八成 那只剩下三成的先進製成 可以給其他廠商 比如說像微軟啊 蘋果這些 去做生產的話 那他不就是鞏固自己的競爭力 因為別人沒辦法生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別人沒辦法生產 就好像百貨櫃一樣 很多百貨櫃 同一個品牌 你會發現 這邊有那邊也有 到處都有 為什麼 他就是鞏固他的市站嘛 鞏固市站就是維持他的競爭力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 產能包下去 包下去 包下去別人不能生產啊 不能生產他不就贏了嗎 對啊 好不好 他就是維持他的競爭力 所以我看起來 既然他要去找台積電包產能的話 你說台積電有沒有機會嗎 有啊 包大部分產能啊 對啊 先進產能包一包 他把它包一包的話 那 框一框 然後呢 台積電 蛤 密件喔 喔對他買密件帶全家人 他的老婆小孩 女兒全部都去了 兒子啦 對兒子跟女兒 全部都去買密件 大家都去跟他拍照好不好 對大家都去跟他拍照 包產能來 包產能嘛 那包了以後那AI族群很強嘛 AI族群很強 那會分散到誰去 比如說我們像 看到下半年大家最期待就是 GP200嘛 GP200部分其實下半年就會開始生產 那明年應該就會開始比較 大量的一些量產 那明年的出貨量就是2025年 出貨量就上看到4萬貴 那其實GP200的部分呢 他本來我們過去來講H100 那種舊式的GPU的相關的伺服器 其實他佔的空間比較大 那GP200因為他比較先進 所以他佔的空間是可以大幅的降低 那由於他空間大幅的降低 在同樣的機櫃之下 他是不是可以塞更多的伺服器 那他既然塞了更多伺服器的話 他晶片的功耗就會由700瓦上升到1200瓦 那既然上升了 從700瓦上升到1200瓦 那他們要維持他們的運算效能的話 他們就要導入水冷式散熱的架構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散熱類股族群 哇 旗紅啊 雙紅啊 一直都向上漲不停 今天啊 其實像立志 也是一度要漲停板嘛 算說收下來 但是其實表現還是非常強勢喔 天常很兇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旗紅啊那個MSCI新增股的效應 等一下玉可老師會再講一下嘛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三檔股票 像雙紅啊 旗紅啊 立志 我覺得最近旁邊都表現得非常強勢 目前看起來多頭架構還是沒有結束的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 那我覺得今天大家可以看的話 可以直接看立志 好 我們看立志好不好 看一下立志的圖啊 立志的部分 雖然說今天有沒有 開高一度漲停 漲停被打開來 大家會有點擔心 但是呢 我認為啊 他只是因為他是在什麼 200塊的一個整肅關卡 突破的時候 有些人啊 抱了比較久 他們想說 哇 那不知道散熱還會漲到什麼時候 雙紅 旗紅都飛天了 那我不要在200塊這個整肅關卡的時候 先給他賣一趟 那我告訴大家今天賣了 雖然說有一個上癮線 但是他還是維持在200塊的整肅關卡附近 我認為這幾天他只要收穩 站在200塊之上 後續都還有高點可以期待 這幾天 就看一下這三天 看起來有機會喔 就是下星期二之前 下星期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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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一定要下星期二 就是Computex Computex嘛 對啊 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這幾天 好 那個Coco你很激動 Computex Computex 對 我喜歡黃的星 所以你穿黃的啊 對啊 所以你很黃啊 沒有 黃的梅蘭 黃的玉台啊 陳諺老師是不是 陳諺 陳諺 陳諺你為什麼指那邊 陳諺 陳諺 坐在那邊 陳諺 陳諺 坐在第三個位置的人 是不是會被標黃標啊 你叫他陳諺泰 陳諺泰 陳諺泰 你不要亂講 沒有 文太老師的形象跟他差那麼多 好不好 來 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大家最關心的航海王 到底還有沒有續集可以演啊 那我覺得整個大方向看起來 還是有的 因為現在看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夜門那邊的叛軍啊 在鴻海那邊一直都有攻擊 那現在看到 夜門那邊又三枚飛彈 已經打到了就是那邊的三船啊 所以現在有幾個商船敢走 鴻海那邊 那他們不敢走鴻海那邊的話 就一定要繞到什麼 好旺角嘛 繞到好旺角要繞得很遠 那既然繞得很遠的話 船回不來 那怎麼辦 我就是要用更多的船 才能運相同的貨嘛 那用更多的船 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塞港 缺貴的問題 又變得跟疫情之前一樣了 所以現在運價又持續的向上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股東會的部分 長榮跟萬海的股東會都出來說 你看一下喔 長榮自己都講了 萬海 不是不是萬海 長榮自己講 他說 鴻海的危機呢 已經造成了周轉率的降低 為什麼周轉率降低 因為他們要繞到嘛 所以周轉率當然是降低啊 那遠東的部分呢 出口地區大陸 都現在都已經出現了缺貴問題 所以歐美進口商都很擔心說 未來缺貴的問題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都提前去補庫存 造成現在運力更是吃緊 那再看到第三季的部分 他都直接講了 任何程度都還看不出來是 他還是看起來是非常樂觀的 目前統計啊 各航運的一個裝載量 都還在90%以上 所以看起來他們的那個 裝載量很高 那就是運價應該是會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那我們再看一下 萬海的一個股東會的部分 他們總經理也說 五月是個轉折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紅海危機還沒解除嘛 缺船缺貴就會帶動什麼 運價明顯的走陽 尤其是什麼歐美線開始補庫存 完全符合剛剛講的嘛 對不對 他們現在是一致的看好喔 都到年底喔 本來有人大摩還說7月 你看他們都全部打他臉啦 都說感覺到年底會問到年底 我覺得真的會忘到年底 所以我覺得大摩又亂出報告了啦 為什麼會忘到年底呢 其實我覺得跟美國總統大選有關 現在美國他們塑造最主要敵人是誰 你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吧 就中國啊 那他們要對抗中國的話 現在拜登不是都已經開始對中國去 有很多貨物開始提高關稅 對 那很多貨物他們就是要在什麼 提高關稅之前 趕快把貨送到美國去 因為這樣有差啊 因為對啊 我是兩個月 7月8月之前實施 我就先送再說 對所以我認為到10月之前都沒有問題 因為好像美國總統大選是11月 11月 11月 所以到10月之前 然後聖誕節是12月嘛 對啊 所以到10月11月之前應該 塞港缺貴的問題應該都會延續下去 所以對海運類股來講 都是利多 通常各年來說大概八九月就高峰了 對啊 因為要送到要開始 聖誕節要送貨了 對 聖誕節萬聖節要送貨了 美妮你有什麼問題 老師聽起來都很不錯啊 可是為什麼今天貨櫃三雄市開高峰呢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長多了難免會有籌碼性的一個換手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像長榮的部分 最近來講呢 他有利多一直公布 但是呢 我認為他一直都有賣壓 他走勢反而是 不如長榮 不是 不如萬海跟陽明 他走勢不如萬海跟陽明 因為其實長榮之前啊 他長得比較前面 他之前就已經先長一封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之前就已經一路向上漲一波了 那 萬海跟陽明的部分 這拉遠 拉遠老師這個看不出來 看長榮我們拉遠 拉遠一點看 其實他一直都是在漲的 然後你看啊 那陽明看一下 26019陽明 這樣一看就知道 最近才漲的 最近才漲起來的 對啊 所以其實他就是在高點的時候會有一些賣壓 現在是在進行一個 籌碼性的一個換手 對啊 那我們看到萬海如果要看技術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萬海的部分 其實萬海 我上次好像來節目有跟大家分享過這邊 這邊有一個爆大量 是啊 這裡一個爆大量 但是呢 他並沒有往下跌 那沒有爆大量沒有往下跌 就代表說 這裡有很多人幹嘛 在高點的時候他把它賣出去 那又有人接手 賣出去的時候 很多人去接手 接著讓他跌不下去 就代表說他接手的意願非常高 所以這個量他就變成一個換手量 這個價錢啦 70塊這邊很重要啦 對 原子上不會跌破也不能跌破 對 那換手量之後呢 他就一路向上又再攻新高 那我認為啊 關鍵就是在星期四跟星期五 星期四大家可以看明天 明天陽明要解禁 因為現在他們都被關緊閉嘛 明天陽明解禁 如果解禁之後 明天陽明解禁喔 那萬海呢什麼時候解禁 星期五 喔那有機會 神龍百尾喔 對 如果星期四星期五 他們解禁完之後都是再創新高 我認為航運類股在短線 我說在短線喔 就有機會再創一波高峰 但如果說他解禁之後 沒有創新高的話 那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重點還是運價 運價在10月11月之前 看起來都不會往下降 重點還是運價啦 好不好 10月10月之前 都都有機會繼續運價 繼續向上漲的話 那其實啊 他們解禁之後震盪 我覺得就是打個底 還是有機會再創下漲 而且老師不只10月喔 你講介紹你股票 股票介紹完嘛 我們補述一下 你看他這一段沒講 你看這個 在這個新加坡這邊 回來我們回來 新加坡這邊嘛 塞港的問題啊 現在塞港的問題 超越疫情很扯耶 所以你看那個中國 開始送貨了 所以說整個全球 其實整個的貨櫃的行情回來啦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貨櫃港口 新加坡嘛對不對 停泊貨櫃的數量已經增加到 45萬標準箱喔 那如果用運力去做計算的話 他就是延長大概7天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七天七夜都沒辦法啦 對啊 你看 都沒辦法 我的車車送到現在 去年送到現在都還沒來 對啊 你有訂車耶 對啊 你也沒來是不是 大家都 好巧我也沒來 大家都還沒來 我剛剛會等更久了 忘記那台車了 你看 已經送到都忘記了 你跟我說4月 可能在哪裡你看你看你看 你再講沒錯齁 你看 在哪裡 你講沒錯齁 疫情的時候 反正跟我講3月 現在沒有跟我講任何日期啊 對啊 現在疫情的時候 塞港的問題在這邊有沒有 高峰在這 最近的高峰 你看已經超越了疫情 啊慘得玉凱林有台車到時候也要 我看很久啊 啊那我說10月 不會 會等很久 不會嗎 會等很久 那台車好像是3月 他跟我講都會來 跟我們朋友都已經忘記了 業務也不聯絡我了 對啊 業務都拒絕往來 一讀不回 一讀不回你嘛 一讀不回 欸 我的車到底什麼時候來 不回不回 他也沒辦法掌握啊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沒有 他跟我都生產完畢了 也沒來 你不講還好 欸對耶這個蠻準的齁 對啊 早就知道了 其實從生活當中 就可以看到一些投資的機會 選標股了 你看 你看疫情很大時間 你看新加坡 疫情前 全世界第二大的港口 現在竟然比疫情前 停步到 送分題 我決定明天要買了啦 對啊 老師育卡是有什麼補數的 你說買車嗎 嗯 你不要買車啊 好笑 多買幾台嘛 省得delay嘛 一個月第一台 總會來一台吧 趕快啦 真的啦 我覺得就以航海王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看運價 因為其實 講這個疫情期間的話 也是運價帶來他這個獲利的成長 可是大家想說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 重返榮耀到2021年那樣的榮景 我當然認為說 如果說運價回到當時的水準的話 是有機會的 好有機會嘛 對不對 感覺有機會 哇運價回到當時水準喔 對啊 還是運力運價回到當時水準 哇不得了 那就200啦 對啊 我是奇亞民萬海200 然後萬海300 短線就看這幾天 你說竟然說可以看這麼好喔 對 如果啦運價到那個時候的水準 那不得了啊 那我也知道啊 我一定敢買 希望如此 應該是有機會啦 應該有機會啦 對 不過老實講到說這個 藥局就怎麼樣 就一直買車就會送過來 然後不是 藥局就買股票 要記得買股票 要買股票 來 所以基里老師賴要記得加一下 有 有 那買車 熱門我最貼 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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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帽 連帽 你看 石拳連帽 想不出來梗 兩個的帽子連在一起 是我的 石拳跟連帽是我的 是你的喔 要讓歌王先吧 為什麼 順序剛才是條文的喔 沒有現在就是你的好不好 因為歌王嘛 他總是想比較先 石拳來石拳 好 這個石拳呢 今天是亮燈掌停版的 那為什麼亮燈掌停 其實之前我們在節目上也都有分享過 因為其實這個記憶體這個產業呢 已經 低迷很久了 那其實從去年第四季開始呢 慢慢有這種春宴來臨的一種趨勢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當然AI的需求很強嘛 可是AI的需求是什麼 是HBM 也就是高頻寬記憶體 那我們看到現在記憶體的三巨頭 什麼海力士啊 三星啊 通通都把產線調往HBM這個部分 那 重點來了 現在這種消費型的低潤誰來做 那當然就輪到我們台廠來做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touch到所謂 HBM的這一塊 可是呢 我們也是有這個間接的利多 儘管需求沒有增加 可是因為三大巨頭都去做HBM 所以供給減少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石拳呢 以及其他相關這個記憶體廠商 最近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那為什麼我特別挑石拳 如果我們特別去看這個石拳的財報表現的話 你會發現它第一季的獲利已經來到4.1元 重點是什麼 它今年1月到4月營收的年增率 動輒可以來到2位數至3位數 超過100%的成長 所以目前來講 動能最強還是會在石拳的部分 好那第二檔股票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聯帽 那聯帽的話呢 其實可以留意到 它其實在第一季的駕動率 大概只有65%左右 可是5月的駕動率呢 在上半月大概有到85% 那下半月應該其實接近滿載 那因為接近滿載 所以說它6月份 據我這個側面得知喔 它有在這個醞釀漲價 很瘦 很瘦 對不對 側面啊 對側面得知啊 對6月也要醞釀漲價 大概會漲 大概會漲10個百分點左右 那同一時間呢 其實我們可以來看 如果說以相關來比價的話 絲絲有兩種嘛 CCL有三雄 那其他的兩雄呢 分別是這個 我們講這個台藥跟台光店的部分 其實它在去年今年 分別都已經先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把它拉遠一點來看喔 來點點拉遠一點喔 點點最近比較肉變露點喔 來 台光店的話 對它比較肉了 對年初的話是有創歷史新高 然後台藥的話也是 對那可是呢 唯獨現在聯帽還沒有創過歷史新高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這個補長的機會 提醒大家 來我們來看 立成 立成 你有沒有看過麻吉大哥啊 麻吉大哥你這樣不認識啊 是黃立喜 麻吉大哥是黃立成啊 黃立成啊 立成一樣是記憶體相關的類股 因為其實說真的啦 嗯 記憶體相關的類股族群已經被遺忘很久了 前一陣子在長起來的時候 大家說喔 HBM啊 AI都需要 HBM啊 就是高頻寬記憶體 結果呢 結果吵了一陣子之後 又開始回跌修正 最近呢 就開始有起死回生的樣子囉 那立成呢 它是做HBM的封測 那再來部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利多 就在哪裡 COAS 大家都知道現在COAS產能不足嘛 那產能不足的話 他們現在已經找什麼 就是面板級的扇形封裝 去做一個替代 那立成呢 在布局這一塊呢 也是蠻久了 所以我覺得 在HBM高頻寬記憶體 還有面板級扇出封裝的一個帶動之下 這雙題材帶動之下 它的基本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殖利率也高達4% 股價 哇 股價就精彩了 我們可以拉遠一點看 股價呢 它從200塊跌到了161塊 它跌了這麼酸之後 它在底部打底 今天呢 剛剛突破前波的壓力175塊 突破第一根 而且站穩了所有的均線 我覺得短線蠻有機會持續向上挑戰新高 所以我認為這兩天呢 如果它都能維持在今天的高點附近一兩塊 也許是新的進場機會 大家可以去留意這檔股票 那另外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哇 跌很深 死很久了 最近有沒有 我認為是蠻有機會再起來的 就是四星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最近啊 西製材相關的類股 好像都有長起來的味道 包含了什麼 創意啊 N31啊 還有什麼 智原 都有長起來的一個味道了 那同樣是什麼 西製材相關的類股 四星 我覺得就蠻有機會 就是跟著向上 因為四星的部分 前一陣子大家最懷疑它是什麼 就是它掉單嘛 亞馬遜那邊的單好像掉了 結果呢 亞馬遜竟然直接拭目自己 就買了四星的股票 那我認為 掉單的疑慮 根本就是空穴來空 那雖然說它只有買224張 我覺得宣示性的意味是蠻重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再加上從基本面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四星四月份的營收啊 它是40.1億 它是年增53.9% 是再創歷史新高的喔 除了營收之外 每股盈餘 它手機也是賺了15.8塊 也是再創歷史新高 你看一下 營收創歷史新高 每股盈餘也創歷史新高 基本面這麼好的公司 難道沒有機會跟著向上嗎 還有更重要一點就是 明天它要股東會 明天股東會 如果釋出任何利多的話 也許明天它就噴上去了 也蠻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天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四星或戲子財相關的股票 哇 四星 欸 最近股東會 最近股東會好像法說會一樣喔 不是法會喔 哇 講什麼點什麼 那只有殘榮沒有漲而已喔 是 臭殘榮沒有漲喔 這是在懷疑喔 是在懷疑 可是殘榮我覺得接下來 可能股東在吵架啦 好不好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運價還是重點啦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來 國泰20年美債以及華固 老師你好 好 最近大家都在看這個電子股喔 不過呢 我們來幫大家來這個雪中送炭一下 今天有檔這個美債ETF 國泰20年美債的一個ETF 00687B 那麼今天它的一個股價是跳空往下跌 而且呢是爆出了74,672張的大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最近在這個聯準會有個官員 他叫做這個卡斯卡利 卡斯卡利 他這邊特別提到就是說 聯準會應該會要等到 就是這個通膨的一個數據啊 獲得重大的一個進展之後 再去做降息的動作 甚至呢他認為說 現在美國的消費者 任性還非常的一個夠 如果說沒有看到這個 所謂通膨進一步的一個降溫的話 他甚至建議啊這個聯準會 要去進一步的去進行這個升息 所以呢這個消息一出啊 當然就使得這個 美債的20年的一個ETF啊 他的一個這個價格啊 就往下去做一個 開低走低的一個動作 那特別觀察到就是說 現在這個假設接下來的 這個美國聯準會 哎他這個不降息 那很可能呢就會導致就是 美元呢維持強勢 那美元維持強勢的情況之下 那麼很可能就對誰有影響呢 就對於這個壽險公司 為什麼因為壽險公司啊 可能面臨到就是一些 這個保護的一個解約 那保護解約之後 就造成什麼壽險業的資金啊 持續做流出 那壽險業的資金做流出的情況之下 他為了去因應這個 所謂的資金的需求 就很可能會去 賣出他們手中的一個持股 所以這個可能對於這個接下來 在整個壽險產業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去值得關心的一個議題 所以接下來可以觀察到 就是在這個 下一次這個聯準會的會議紀錄上面來講 看看有沒有針對這個 這個所謂利率的一個水準啊 會不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方向 那如果說能夠維持持續 目前現在這樣子的高利率水準的話 那很可能 在整個這個美債相關的一個 這個個股的報價來講 很可能還是會持續在這個低檔去做徘徊 可是如果說接下來 一旦他有這個所謂降息的一個訊息出來的話 很可能現在啊 已經跌多了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美債ETF 就可能會出現跌升反彈 嗯 好那下一檔 下一檔股票 第二個是25482的一個華顧 剛剛有提到就是這個股東會嘛對不對 對 股東會相關的一個訊息非常多 那華顧呢他在這一次的 這個股東會通過他要發放 現金股利7.5元 然後股票股利1塊錢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那按照過去呢 這個華顧他的一個股利發放 2022年是配發現金股利7.5元 2021年是配發現金股利7塊錢 那所以呢這次所配發的現金股利啊 是跟去年是一樣 但是他多發了股票股利 那為什麼這麼做呢 因為呢公司表示 他接下來要除了這個所謂台北 要去這個持續的這個發展蓋房子之外 也要把他的觸角延伸到了台中 換句話說呢他接下來在整個這個 所以營運的發展上 持續的一個看升 目前來講呢 他在整個手中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暗量來講 應該是超過300億 所以大家預期他在接下來 明年跟後年 一樣會有這麼好的一個 現金股利的發放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低檔去進行承接 老師滑顧來看一下看一下 今天滑顧 如果投資朋友你有看的話 我們Freezer第一版 那時候919是把滑顧列入新增成分股 好永信見 哇也列入成分股 等一下育凱老師再講 哇 所以最新八卦 所以你看今天滑顧 我們看一下12點的時候 看他單日走勢圖 哇這邊啊 喇喇呆 這個是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到很多股票都12點拉 919成分股滿特別的 那來再請教 劉凱老師告訴我們這些oupe家八卦 0099新增成分股 我覺得他抓的 你比較容易抓到 不像940 對啊 這樣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好壞 只是919就是很實在 讓你知道 誒我就是進這些股票 不能說別人不實在 只是說很比較好抓 好不好我要講清楚 我很怕因為我們節目 很多人看 怕都得罪人家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啦 古事甜甜圈 教練鼓幫你圈 圈圈圈 我要考考試一個東西 我看看他在睡覺 我跟你講沒關係你下去 因為這樣太擁擠了 他這邊就擠滿全 不會不會不會 還可以 還可以再來兩三百個 兩三百個 是是是 老師 我看看你這樣子 你是不是在跳那個SPA SPA 不然你在跳這個舞 我也不是喔 不是不是 這是什麼 沒事 是東東摸來摸去嗎 東東摸來摸去 今天你跟Zico有一個新歌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為你在跳這個 我想說你跳給大家看 沒有你死靠你 氣死了 我想說你舞技 精湛啦 是是還行還行 到底小孩行不行 這首歌蠻好聽的 小孩真的是 好 好 你來選人家 老師你看一下MSCI調整股 他等一下0099新增成分股 是 等一下我們一起跟大家講一下 好不好我們都一下跟大家講 好 在這個15號的時候 我們有跟大家來分享MSCI的這個 小型指數成分股 因為是 畢漲啊 過去經驗真的 四次都畢漲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當然檔數比較多啦 28檔對不對 其實比較不好選 那怎麼樣來去把握這個 這28檔都漲 到目前為止都漲 到目前為止都漲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不相信 等一下嚇死你 來看28檔 是 來 這是5月份囉 到後天生日生效 是 到目前為止你看 第一桶漲36% 哎呀 對對對 你經歷科你最近為什麼漲 還不就是因為 MCI的小型成分股 對啊 全台灣財政節目 哪一個告訴你 這些股票必漲 哪一個 福利社 就只有福利社 就只有福利社對不對 對 有贏嗎 猜一下 有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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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過渡 過渡 有了 都有漲老師 都有漲 來看永信健有漲喔 永信健喔 永信健 來老師 來 而且我們剛才說永信健很特別 對 永信健也是 什麼 最新的 也是我們的00919的新增成分股 看一下看一下 全部全部 福利社基本上全中 全中 我們那時候出了兩版 第一版全中 第二版 中大概7成 也不錯了 你看喔 919成分股 福利社喔 公共商頭版喔 公共商頭版跟你講說 台郡啊 合作台灣大 目前小編沒有還沒中版對不對 只有中世界 只有中世界 四檔只有中一檔 公共商時報頭版 福利社 福利社 頭版福利社我們告訴你 創建有沒有中 有 看一下最新的新聞 我們919成分股 老師 來 創建你手折柱 對 不見了 變不見了 創建 有 919成分股 來老師來看一下 來 還有什麼 購物 金誠穎有沒有 2809 金誠穎 金誠穎 這邊有 919 執行成分股喔 有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三個 貢估 沒關係 永進界有沒有 有沒有 919成分股 也是MACI成分股 來 有 有 國票金 有沒有 國票金 來 來 看國票金 有啦 國 國票金跟世界先進 都有啦 好不好 來看國票金 有沒有 好不好 世界先進 是全中耶 全中 我們中大概很多層啦 就是比公安時報頭版高 說你 福利社點點不錯啦 雖然喜歡露點 點點 點點其實最近變強了啦 對 點點真的是不錯 對啊 越來越優秀 我們連小編都是有分析師 都執照的 這開玩笑 開玩笑 這不是在亂混的 我告訴你 點點是蠻認真 你看隨便點點點 點到誰就長誰 點到誰就長誰 而且其實剛剛那個哲哲有講嘛 其實今天我們從盤中 大概看得出端倪 每個12點就開始拉 919的成分股 不是MCA 919的來看一下 我以為12點拉的只有我 結果不只喔 難怪你今天變瘦 難怪你今天變瘦 節目是拉大便 欸 你跟女生為什麼這樣講 對啊 他都知道 就站廁所拉 這就懂了 你有沒有找到兩個字 你剛才講到兩個字 對啊 我說廁所 我不能拉皮嗎 可以 不能拉麵嗎 不能拉皮條嗎 拉是不是 這就不用了 拉皮跟拉皮條有什麼差 不一樣啊 一個有條一個沒條 對有一個條 好 言歸正傳 我們看真的 12點開始拉啦 有沒有 這個從快疊停 拉到快漲停 有夠差 不是快疊停 平凡啦 太開心了 好從平盤附近 拉到這邊 有沒有 有夠扯 有新建設 世界先進來 世界先進來 12點 有沒有 你看他人不錯 都是12點 我拉他也拉有沒有 都12點 對一下 12點那時候拉 好 拜託你明天12點再去拉一下 我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這都919成分國喔 來看一下喔 再來一檔 我們獨家發現這個秘訣喔 來 來 金城穎也是12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喔 也是12點 12點好準 有嗎 有嗎 12點01分 12點啦 國票金 12點 好準 我們福利社真的很會抓 太強了啦 這些都抓了 沒有啦 差不多了喔 創建12點 有沒有開始拉 有沒有 這是我們福利社預測到的 還有7檔 那個 福利社沒有 福利社還沒有預測到的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長東航 長東航我們福利社 那是把它列入940啦 940 沒有中沒關係 沒關係 12點有贏嗎 有贏嗎 有拉啦 真的是有拉 你看所以 919的技能還蠻認真的 對 他洩題給你 大家共享勝局 是 940豆腐比較難吃 比較難吃到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遠遠遠看 好 所以這些都有啦 好那我們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說919的豆腐比較好吃 是 因為他的選股機制會比較公開 透明一點 對因為940他是有很多那種 上下其手的空間 他怎麼權重這樣加那樣加 我記得華固我們那時候也有講 華固那時候第一版有寫 華固有 第一版有華固 第一版有對不對 940的那個成分股 華固有沒有拉 有拉 有 華固就是剛才 維泰老師你可不可以今天 拉一拉拉到整個 拉拉拉 真的挺汗 12點啊 我乖 剛剛登出了 對 好華固有拉 所以這919的成分股 老師他有在問一個問題啊 919的成分股 那明天還不會有機會拉 我覺得還有機會 那可是會不會12點 這很難說 很難說 看到說你什麼時候肚子痛 看你什麼時候去廁所 再跟我們講一下 好 沒問題 我再把我常位的時間報告給你 報告給大家 這開玩笑 不過明天有機會拉 有機會 那什麼時間 通常可能11點半12點 這很難講 只是今天12點 可是重點是明後天 好我們剛剛為什麼 扯這邊扯遠的 不過這是獨家的喔 其他財經節目不會有 來我們再看這邊 看上一頁 永信健 因為永信健是納入0099成分股 也是什麼 也是什麼 全力打 MCA MCA 真的 你不是專的傻 你真的傻了 沒有啊 你這個 全力打 全力打 他也中了啊 對對對 回來 登入快登入啊 也是什麼 登登登登 來來來來 也是什麼 MCA 新增成分股 新增成分股 炸邊炸邊 你家 你家 哇酸題材喔 是那明天有機會 這樣聽起來有機會掌喔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好 這個時候我們回到我們的重點 我今天是講MCA 是 919這個八卦啊 919這個八卦啊 他 獨家的最新的只有我們抓到 而且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看出來 你看這個很厲害 我們很厲害很強 第一個我們 比公商時報那個頭版 他們一定問很多的財經分析師 問投股界的分析師 是 問那個不是投股界的 就是投信界的 可是你看都沒有我們抓得準 對 都沒有點點牆 沒有點點牆 好不好 沒有老師牆 老師也幫我們抓了很多 你看喔 抓了以後就算了 我們還告訴你 12點有拉起來 這很特別 然後MCA也是我們跟他講 一定漲 真的看起來都漲 好不好 一起講嘛 總共期長 新增多少 28 28黨要生效 對 我只有聽過蛇生效 鼠 牛 你不是要變嗎 鼠 鼠 鼠是他 鼠為什麼是他 鼠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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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給小孩子聽中文配音的喔 就給他聽英文的就好啦 那時候他們在看的時候很小喔 只能看中文的啦 好 好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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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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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你不要演人類了 所以你很高深莫測 謝謝 來來 28檔股票 來放大再給你看一次 因為28檔後天嘛 對 後天要加上919 是 這不錯 來這幾檔裡面你幫我選幾檔 神聖隊也不用講得很強嘛對不對 對 哇四級檔你看紅磡 這件不錯 也在拉 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要選哪一檔 因為第一個 吸引你了啦 我們先把先放大圖露點來 放大圖露點 對再看一次哪下面還有下面他們想看不到 我們把它看完 好是可以的可以的 來 好看完 第一檔我要選的是誰 我要選的是國統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既然這個新增股必漲 那國統是目前為止跌幅最重的 28檔裡面來回到上一頁 來來來有沒有 他現在還有4.4%在腰子那邊 4.4%這邊 我腰子 對 甚至目前來講 我腰子沒那麼高 沒那麼高是吧 你不都抽看高娃褲穿到這嗎 韓國人嘛 對 來我們看一下目前28檔股票裡面 國統目前跌幅是最重的 到今天的收盤價還有4.4個百分點 那國統他 可是期間為什麼我們還說必漲 期間有漲的那你賺錢 曾經啦 曾經有上去過 我們算曾經算就算 就算對了 對 所以100%有賺錢 是 因為他公佈在這一天 公佈之後呢 開始往下 噗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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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相對還是有落後一些 那國統本身有沒有題材 其實也是有題材 大家不要以為說什麼缺水才會想到國統 國統他最近有一個政府標案 台南海水進化廠的一個標案 那整個工程的金額大概是209億左右 209億補不補 對國統來說非常補 因為他每個月的營收 大約規模就是在3億到5億 來了一個209億很不得了 所以我認為說呢他不見得 只是單單因為這個受惠於MSCI的一個效果 甚至MSCI生效過後 後面都還是有機會持續往上做表態 好那第二檔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要滑 好要滑也是 股價要不要滑下去 要不要滑下去 基本上不太會滑下去 雖然說這幾天表現沒有那麼理想 可是因為他已經先反應過 這個4月份的營收 那目前呢也是據我側面得知 側面的這個部分 側面看起來重訊 有重訊 重大訊息 對對對因為胸肌很大塊 對 好那那個 基本上說脫下來 脫下來了 算了啦 時間不夠用 我等你 等我嗎 沒關係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小編又會等他 小編 小編你少在那邊 點頭或搖頭 YES打勾 打勾 好來我們接下來往下講 先忽略他 好 耀華的部分呢其實他今年第一季的財報 他是虧轉贏的 是市長最喜歡的一個題材 現在剛好又有接軌到所謂這個 低軌衛星 因為他做PCB的這個部分 那5月產能滿載 所以原則上 6月10號以前會公布的這個營收 也是有機會持續去做表態 所以我們反而可以趁著他這幾天呢 股價疲弱的時候呢 找個點 逢低競場 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找個點逢低競場 美麗 老師如果說我這次呢要搶短 可是沒有搶到 那怎麼辦 我可以續報嗎 好因為28檔 我不知道你要問的是哪一檔 因為實際上 股票的狀況會有所不同 他都問一些很常回答問題 對 可能就是他深奧的地方 對啊 對 好那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深嗎 很深喔 蠻深的 對 深啊 人中 眉頭 眉頭 深鎖 深鎖 是 對可是就像我們剛剛有特別講到有一些利多加持的 有一些題材性的 比方說國統 或者是像神盾 最近其實感覺整個集團都有在作帳 神盾來來 對神盾 今天漲停板 看起來就明顯了 很強很強 今天神盾帶動整個安國安格全部都一起漲停板 對其實這個也是有這個季底作帳的一個味道 還有就是MCI效應 MCI效應 MCI效應小型股都會漲 可是不是美一檔 是標股 是 那你現在覺得最看好的是神盾 我覺得藥滑還不錯 藥滑還不錯 對因為相對位階有時候修正一下 神盾也不錯 這神盾我看你推薦了嘛 那老師我覺得 想要知道永信建設 也是MCI新增小型成分股 也是 拉遠一點點 也是 太遠了 點點 拉遠一點點 來這樣近 老師也是 MCI新增成分股 也是我們剛講919成分股怎麼看 是 我覺得這兩天有機會做一個短線的表態 雙題材 雙題材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拉長戰線來看的話 至少還是先等他站回月線再說 但是短線上我覺得 那明天就會站回月線 照你這樣講 閉著眼睛我就要 閉著眼睛買 對 其實賭一個短線OK的 至少安全 至少不會有太大風險 至少能買嘛是不是 而且殖利率是 也有5% 也很高 也不錯 例如919是因為他高殖利率 好不好 我們只是順便吃豆腐 好不好 就是兩天 第二個有MCI要新增成分股了 他永信建設有 又是919成分股 這參考一下 好不好 我們都是講話有邏輯的 好不好 就剛好這12點的股票 為什麼這些都拉起來 謝老師 玉凱老師真的不錯 對 明天告訴我們 學富 5G 體重也是5G 5G 5公克 手機也是用5G 5G 手機 5G不是 是那個5個車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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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只有5公斤 5公噸 好朋友 GT GT 公噸是GT嗎 不是吧 不是嗎 不要扯遠的啦 定打之後他一定要加啦 一定要加好不好 這個 有很多重量訊息喔 重訊就要找他 看到他提供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除了這樣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其實製作費一年都 幾千萬 三千萬以上 幾票 可是我們不業配喔 我們也不出貨給大家喔 好不好 我們有些 節目都會怪怪的 我們都是今天選大戰股票 你看919 投信法人認可的股票 然後我們領先在前面 你不覺得很棒嗎 很棒啊 940我們預測還好 可是你沒有一家 投信投庫公司 預測成功 可是919這次 哇塞 基本上可以大獲全勝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 抖內我們 贊助我們 按超級喜歡 超級感謝 超級感謝 說錯了 每週一到週晚 今天8點上線 一張解牌影片 二字教學影片 賺客 歡迎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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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 大力 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益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有心 買著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OK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和家 二月一高 創大骨 閃千 開始搶 打 瘋狂股市 好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是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天都沒有 沒好 怎麼大骨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下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 我現在對我好愛你的 直播 這沒錯吧 枯差 又你一段差 瘋狂股市浮力社 對現在告訴你 再找到 就會聚哥 你對著追高 燒最低 誰又該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浮力社 瘋狂股市浮力社 賣錢 不是吧 謝瓜林瘋狂股市浮力社 烂铁财富 Wii!Wii!Wii!